周末本应是悠闲的快乐时光 但虚拟货币玩家们却失眠了 全球资产暴跌币圈共是全线血崩 无数小韭菜们又被狠狠地割了一茬 各种主流币种已经跌得爹妈不认惨不忍睹 这一波把很多人都带走了有点519味道了 比特币对美元价格24小时最大跌幅达28.46% 最低触及40681.80美元每枚 现在以太坊已跌破3500美元24小时跌幅超21% 爆仓22.3亿美元约142亿人民币 这真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大绞杀 用财富绞肉机这个名词 也许能够更好形容这场赌局覆灭的残酷 特别是搞币圈的人 大部分是做合约合家杠杆的赌徒 在今天这个形势下搞两倍杠杆 睡个午觉就爆仓了 看看疯狂吵家们瞬间的财富团灭 正应了那句话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验宾客 眼看他楼塌了 听那让人毛骨悚然的泡沫破灭的撕裂声 币圈瀑布还在继续 比特币这么狂跌 除了被美股拖下水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已在拆谬港河上 要求各种平台年底前全面退出中国 截至上月底已经有大大小小不下于30个虚拟币 交易所宣布停止提供服务或者永久关闭 或者连夜逃离中国 包括大名鼎鼎的币安活币等等 全都被驱逐出了中国 当时很多人还在那里抱怨 说全球很多国家都可以容忍虚拟币交易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别人开放虚拟币交易 还能纳税呢 为什么要将他们都赶走 不知道当时说这些话的人 看到今天发生的虚拟币血洗血本无归的事情 而且今年已经发生了好几次了 是什么反应 以目前市面上的主流虚拟币 全都掌握在西方野生资本家的手中 且不受任何官方银行背书 保护 24小时内暴涨暴跌 你们自己看看下面这个图 这些主流的虚拟币没有一个是由国家发行的 全都是个人城市员自己发行的 暴涨暴跌 完全没有任何规律 比如马斯克说了一句话 狗币才是人民的货币 一瞬间狗币就暴涨 价格亦非冲天 一天之内暴涨50% 一周之内暴涨500% 随后持续飙升 马斯克一句话就让狗币今年暴涨了112倍 在这场游戏中 如果你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 一边是坐拥无数财富的资本家 拥有无数的财富 随时可以报进报出 能轻易地控制一个虚拟币的价格走势 这种等于天生就是庄家 一边却是我们这样的市民老百姓年轻人 每次下注都只敢祈祷运气 因为我们下注的少 根本无法短期内撼动大盘的走势 你认为你们一起玩 谁会是赢家 一起赌钱谁会赢钱 很明显 那些掌握了大量财富的人 以及本身就拥有无数虚拟币的创始人 庄家肯定会赢 而且赢面是百分百 这些人肯定是大赢家 他们要赚钱从哪赚 自然是割全球散户的韭菜 从根本上说 虚拟货币就是一场庞氏骗局 本质上不过是割韭菜的利润 而虚拟货币挖矿浪费电力 吸血实体经济 吞噬当地人民的财富有百害而无一力 要知道制造比特币需要大量算力 为了支撑这些算力 背后有需要大量的矿机服务和电力支撑 虚拟货币耗费的电力有多大 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啊 10月8日江苏排查省内虚拟货币挖矿行为 发现仅仅江苏搞虚拟货币挖矿 一天就耗能26万度 一个省就26万度啊 据测算光比特币挖矿一年耗电量 就超过瑞典全国用电量 想想吧 现在咱们国家这么缺电 前段时间 东北好几个省用电高峰期都只能拉闸限电 更何况看似可能各大虚拟平台 汇集当地的政府交纳一些税 但本质上其实是在一遍一遍地吸血吞噬消耗 当地人民的财富 毕竟这些交易平台一部生产商品 二不把融资到的钱流转到实体经济 除了装自己口袋毫无其他作为 即使纳税了也是一种假象 因为就连纳税的钱都是老百姓身上骗来的 简单来说就是虚拟币的交易 不但没给国家创造收益反而还增加了负担 在这种情况下 怎能容忍虚拟币这种百无一用的骗人玩意 再来浪费我们宝贵的电力 当然必须彻底干掉 三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央行 愿意给虚拟币背书 说到底任何一个国家自己国家的货币主权 才是重中之重 任何普通人都不可挑战自己国家的货币主权地位 美国就更不用说了 美国是最不可能给虚拟币月台背书的国家 如果美国给比特币们月台了 那就等于放弃了美元的超然地位 以后别的国家做全球贸易生意 就都改用虚拟币结算绕开美元了 这种情况美国是绝不允许出现的 其他国家也一样没有人会傻到给自己挖坟墓 中国更不可能给比特币们背书 不仅因为它引发了洗钱销赃逃税 贿赂等一些烈问题 而且还变成了逃币汇兑监管资本 外流的一个新口子动摇国家外汇安全 这样下去中国的财富就会外流 会被马斯克和背后的美国金融大鹅轻易收割 这是国家无法容忍的 所以说到底虚拟货币是有原罪的 它最大的原罪就是没有国家信用背书 没有法律保障 只能是无政府主义的狂欢和财富幻觉 各种虚拟货币其实就是这样的 刚开始的时候还算有点门槛和技术 现在复制代码的成本已经低得接近为零 成为了纯粹的诈骗工具 国家当然更加看得透了 可悲的是大多数人知道这是一场海事蜃楼 但都有一种秘之自信 觉得就算全世界都割韭菜了 自己也会像铁杆庄稼一样一直处在那里 永垂不朽 哎 这就是金融世界里的自我催眠 它让你收获了一场财富的狂欢 虽然醒来后人才两空 但曾经有过多巴胺爆棚的高峰体验 赌徒们总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写到这里不禁感慨地想起 利弗·莫尔说过的那句话 人性像山芸一样古老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从玉金箱泡沫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记载 的金融泡沫开始一次次的泡沫形成膨胀在破裂 贯穿了一部金融史 虚拟货币不是第一个金融骗局 但称得上是有史以来 规模最大行销最成功赌得最疯狂的 一次割韭菜游戏 说到底无论是玉金箱泡沫还是密西西比泡沫 一货这次的比特币泡沫 这些泡沫本质上不过是割韭菜的利润 而他们的内在价值 与所有金字塔骗局的结局一样 零 热炒之后当没有更多的信徒接盘 最终结果只能是打回原形 分文不值 其实虚拟货币骗局的话题 本来并不那么别致 只是真的有太多的人 太想一夜报复 被欲望蒙住了眼睛 即使将信江仪诱惑之下 还是心甘情愿当了那只扑火的飞蛾 此经此经真让人感叹 历史不会重复 但总是带着同样的运脚 在金融投机这个问题上 人性似乎从未改变过 当人们被暴力财富 蒙蔽了双眼时 就会陷入自我催眠乃至疯狂 一次又一次写的教训 都在告诫我们 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不要为迎头小利 就冲昏了脑袋 这个世界不承受较大幅度波动 而能够取得10%以上年化率的资产 其实是很少的 即使是巴菲特那么样的投资大牛 年化率也就25%左右 那已经是顶天了 二 你摊的可能是人家给的高息 但人家要的是你的本金 无论打着什么美妙的旗号 什么互联网加什么数字货币投资 要取得高收益 背后一定是高风险高波动 对那些承诺高收益而低风险的投资 一定要瞪大眼睛 更不能指望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三 永远不要以为自己比别人高明 能够逃过击鼓传花的最后一棒 即使你在前100次都侥幸脱险 但第101次的陷落 你就将永结不复 只有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和别人一样无知 你才真正走上了智慧之路 土地是财富之母 劳动是财富之父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